猴王山 彩虹的头 闪电上还有高乐高 我一定谢谢大家的声音 我在这呢 你在干嘛呢 我帮你捡东西呢 你不会是在钓鱼之法吧 我帮你捡了这么多东西 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巧了巧了 你准备了几道脑鱼起转弯 夹飞了有酱液 手机起转弯 太简单了 赶紧出击吧 体积体 一只乌龟同学梦 下来打一植物 玫瑰 不错不错 这个乌龟归你了 下一题 这个大爷为什么要飞到南方去活动呢 因为大爷不会走 只能要飞的 大爷这都难不倒你 这个大爷归你了 最后一题的奖品可是大红 哇 姨姨 你帮起来了 这么大方 这是卖闲智赚的钱 最近身边人都在用闲鱼 ABC卖闲智赚 快点 你走下方闲鱼卖点闲智赚钱吧 好好好 我知道了姨 你快出奇吧 你的妈妈是了三个孩子 老大叫大毛 老二叫二毛 你猜猜看老三叫什么呀 这题也太简单了吧 大爷叫三毛咯 不对 啊 三毛咯 三毛咯 还是不对 那是什么 老三到底叫什么 新闻知道吗 嗯 这样土地公众肯定要帮我的愿望实现 哎呦大鸭你在干嘛呢 没干嘛呀 没干嘛 那里面是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 回来吃饭了 我当然要看看他在这干嘛 鬼鬼 对对 秋千山 只有那 五天 在上 大鸭的愿望 啊 是大鸭一块钱人的 爸妈平时也不在家 想要个礼物还得提出土地公公 嗯 我可以帮他实现愿望啊 雷靠 龙虎头 你咱俩带上这个半年土地公公 给他一个惊喜 嗯 行 虎爷爷你说有好事告诉我 什么好事呀 嘿大鸭我是土地公公 谢谢你 这电话实现了 我先走了啊 刚刚 黑金公公 我还有一句电话 我请问公子 啊 DVL 雷神嗨X 里堂无焦虑 省油放心开 颜值特别刚啊 啊啊啊 我要去种地了 下次再说 哎 什么 老大娘 请问我们之前认识吗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了吗 看来这个坏大鸭 果然失忆了 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您是谁了 你看 这是你以前最喜欢的龙珠啊 这个可是日丝夜想的一号龙珠啊 这好幼稚啊 我怎么可能喜欢这种东西 我只喜欢看书 还有 你看 你以前啊 总是喜欢偷吃小卖部的零食 这些吃完的袋子啊 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 虽然我不记得了 但是还是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老板娘 以后不贵了 大鸭变得好有礼貌啊 但我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大鸭 你听你不叫我老板娘吗 你以前都是叫我都没移的 对不起 我还是喊您老板娘吧 好吧 哎 对了 大鸭 给 是你的钱 不不不 老板娘 这我不能要 大鸭变得也不贪财了 这是好事啊 但为什么我更伤心了呢 好奇怪 先生 这是你之前让我帮你卖八点娃娃的钱 我购钱就算卖掉了 我们之间都在那鸭变得 你卖鸭变得快点 你给下脚鸭变得 卖点钱就赚钱吧 我不记得了 就不要了 你一会儿要上课了 老板娘 我先走了 再见 大鸭 你就剩下最后一个愿望了 你需要付出的代价是 你要离开王家村 你的整个小麦包也将在世间消失 哎 我怎么在这啊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快看 听说东梅一进了很多国外的巧克力 超级贵的那种 那你想吃吗 想只是就一块钱 一块 东梅一我们要玩一块钱的时候吃小鸡 尾巴一共两次好嘞 啊 东梅你看这太阳好大呀啊 我说呢我的巧克力都换了 东梅一我装了钱箱子快双倍返环 要 给你抢铁铁铁铁 来给你两块 嘿嘿 今日从前小木标完成 哎呦 啊 东梅一我装了一瓶金利宝快给我拿 哎 我今天亏大了 哎 我今天喝水小木标也完成 啊 哎呀 怎么停电了 原来是开关啊 哎 我的进口巧克力呢 啊 我头 是不是偷吃我巧克力了 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呢 咋呀 是不是也偷吃了 怎么可能 我今天可是打碗了破坏小木标的 你这是啥呀 我这个是可以记手账的腰腰日常 不仅可以打卡记录生活点滴 还能降落喜欢的星球 开启自习专注模式 那你也快帮一下一个 大牙 你刚才 这么在吃草的你吗 嘿嘿嘿 还呢 把那些玩具 还有那些吃的 全都给我搬出去 哎 你谁呀 你干嘛搬我的东西啊 还有那个电视机也给我搬走 大牙 是你叫人来搬我东西的 不没 你快让开 别妨碍我们办事 大牙 你吃了豆子的 光天化日之下 就让人来瞧我的小麦布啊 快让他住手 不没 你可别胡说 看这是什么啊 小麦布学 全都不理说 谁同意的 我为什么就知道 小麦布的房租说 你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加房租了 他已经把房租给我们家了 什么 他怎么没有跟我说呀 你房租都不给他 他不赶紧出去就不错了 你赶紧让开 别帮我们搬东西 哎呀别搬 给我留一点 哎呀 我们明天来收铺子 你好好准备准备吧 把那些玩具 还有那些吃的 全都给我搬出去 哎 哎呀 你谁呀 干嘛搬我的东西啊 还有那个电视机也给我搬走 大呀 是你叫人来搬我东西的 不没 你快让开 别烦我们办事 大呀 你吃了豆子的啊 光天换日之下 就让人来瞧我的小麦布啊 快让他住手 不没 一刻别胡说 哎呀 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要不 我们还回去吧 哎 成大事者不许小结 什么事我都得 哎呀 想卖铺也开不了了 买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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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 公司了 能不能不去啊 不工作你养我啊 上车 我养你